3月份雨量少 花莲当季实例农产 建榫也生生慢 现在一连几波春雨 高海拔的万荣乡高山建榫山区 也开始破土量产 相较于去年 产季整个晚了将近半个月之久 但是部落的农民表示 建榫的品质和风味更胜以往 波壳建榫的平均价格 每包250元 欢迎消费大众一起选购品尝 苦等多时的部落农民 在这几波春雨过后 山上的建榫开始冒出头来 万箭齐发 农民也迫不及待 现才展授 分享这一期一会的建榫美味 现在目前我们今年 比较因为天气上的关系 好像比较慢 因为平常在往年 在这个时候 已经是要快要大产了 因为快要清明节 然后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一大早我就去上去了 才比较小一点 如果再下雨 下个两三天 那下个礼拜就会 就差不多都慢慢长起来 万荣乡的高山建榫 就如其名 多数分布在海拔 六到七百公尺以上的高山 云雾缭绕 虽然相较以往 今年产季晚了半个月之久 不过建榫品质风味不变 尤其才自然农法天然健康 口感风味更甚以往 其实建榫这种东西 不会因为受到季节的影响 而影响到它的品质 还是一样的 那产量呢 产量会稍微比较减少 因为它的出产的时间 已经超过了 就只能算出产后半段就出产 品质还是一样 很好 又好吃 就是量比较少 比较慢 比较粗 喜欢吃的 赶快来讲过 建榫富含高纤维质 可促进肠胃蠕动 清肠趣慧 丰富的天然物质 是极佳的山珍野味天然食品 也是部落农民 当季重要的石令农特产 而今年产季延迟 现在才开始进入量产 贩售价格也会随着产量多寡 其不变动 目前平均一斤 每包价格是250元 也欢迎消费大众 一起选购品尝 记者是玉兰 万荣采访报道